我們現在教的東西就是我們前面講的磁性 磁鐵 磁鐵會吸引鐵 這種性質叫做磁性 這個力量叫做磁力 磁力也是一個交互作用的就是我吸引你 你也會吸引我的意思 然後呢 它的情況跟靜電類似 有一些情況都很類似的 那靜電的時候 靜電有相吸跟相似 靜電的時候什麼時候相吸 什麼時候相似 同名 同性電會相似 異性電會相吸 那這裡也一樣 同名級都是N級都是S級 同名級會相似 異名級會相吸 那它也是一個超距離 就是不用碰到 就會產生的作用叫做超距離 這裡有兩個有點小無聊的影片 就是讓你看到它這個異名級會吸在一起 而且不用碰就會力量就到了 就是超距離 超距離 超距離 然後呢 這個叫做同名級會相似 就是它會把它排斥掉 它會排斥掉 然後也是不用碰到它就會排斥掉 所以要做超距離 超距離 排斥 就是這樣子而已 來 基本上鐵釘能不能吸鐵釘 不能 但是呢 上面如果加一個磁鐵之後呢 就可以吸鐵釘了 這個動作叫做磁化 一個本來沒有磁性的東西 變成有磁性 放到磁鐵讓它變成有磁性 這個動作叫做磁化 所以呢 圖上面左手邊加一個磁鐵 被磁化有磁性 就會一直吸鐵釘 然後把它拆掉斷掉 它就沒有磁性了 鐵釘就掉下來了 叫做磁化 這裡 因為磁力是超距離 所以要磁化的時候不要接觸 不用接觸就可以產生磁化的力量 然後 跟靜電感應一樣 靜電感應的時候 帶電體靠近導體 靜端會生 異名級 遠端會生 同名級 這邊也是一樣 靜端一生異性電 遠端生同名級 這裡也是一樣 靜端生異名級 遠端生同名級 考試就是問 它是哪一級 N級還是S級 就問它哪一級 就數一數看一看就知道了 然後看一看就知道了 OK 現象跟靜電感應又類似 所以你看這個圖 因為有磁化 所以就有磁性 所以會吸引磁針 就可以吸引很多的小鐵釘 但是如果你把它拔掉 它就會掉下來 這個等一下要說 這個等一下要說 好要說這個 有一種叫做容易被磁化的 磁化之後 性質磁性也容易消失 這種叫做所謂的軟磁鐵 叫做暫時磁鐵 像鐵釘 考卷上如果寫鐵釘 你就說它叫做軟磁鐵 暫時磁鐵 容易被磁化 磁性也容易消失 但是另外一種叫做不容易被磁化的 磁性也不容易消失 叫做硬磁鐵 叫做永久磁鐵 像鋼釘 考卷上如果給你寫鋼釘 你就記得它叫做硬磁鐵 叫做永久磁鐵 不容易被磁化 磁性也不容易消失 我這裡給你寫軟磁鐵 給你寫硬磁鐵 那個是在材料科學 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永久磁鐵都是比較硬的 暫時磁鐵都是比較軟的 比較不硬的 可是那個是以前 現在這個時代材料科學進步了 你的那個暫時磁鐵 不見得都是不硬的 也可以有很硬的 那我們也不管 反正我們就這樣寫 軟磁鐵 暫時磁鐵 硬磁鐵 永久磁鐵 永久磁鐵 OK 這個磁域學說 這個學說已經被拋棄了 但是可以來幫我們解釋一些事情 就是 東西裡面就一小塊一小塊 很多很多小區域帶有磁性的小區域 叫磁域學說 然後像左手邊排得很混亂 就互相抵消沒有磁性 右手邊排得很整齊 那就會具有磁性 這樣可以來解釋為什麼有磁級 因為像右手邊排列很整齊 所以左邊跟右邊就會出現N級跟S級 中間抵掉了就沒有什麼磁性 中性區 可以來解釋為什麼會磁化 你本來像左手邊這樣亂七八招牌 所以呢沒有磁性 但是呢一個磁鐵靠過去 一名級相吸同名級相刺 就它重新轉排列 排列整齊之後就有磁性了 所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可以磁化 也解釋了為什麼沒有磁單級 因為你怎麼切怎麼切怎麼切 每一小塊都是一個N級跟S級 所以就沒有磁單級 還可以解釋 這個原來是像右手邊排列整齊 結果加熱的時候開始亂跑亂動 就變成左手邊 它的磁性就會消失 所以它加熱之後 或者是敲打 敲打以後 它的磁性就會減弱或者是消失 像現在這個樣子 這裡有個鐵釘 用磁磁靠過去 它就有磁性 可以磁化 所以可以吸鐵釘 所以可以吸鐵釘 拿去加熱 磁力就會消失就掉下來 所以這裡就告訴你 加熱會使磁性消失 所以就是所謂的磁域學說 這個學說被拋棄了 但是它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些事情 所以介紹給你知道 OK